欢迎收看股市热炒店 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欢迎林玉凯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林玉凯 老师,今天你要带给大家 就是友谊档个股 去年涨的时候没有它的份 今年叠也没有它的份 但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黄金档很废的股票 其实它没有很废 它可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代工厂 但是它竟然可以跨足这么多的领域 代表它的转型非常的成功 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红海了 红海华丽转型 我们可以跟着红海的攻略来找黄金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上一次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有先分享 这个是下半年的三大题材产业 大家可以好好留意 我们节目那时候一讲完之后 这个光学股 像是什么先进光、玉金光、嘉陵 还有一些金国光、大力光、链翼光等等 全部都往上的标 接下来就轮到低轨卫星 接下来又要轮到政策概念股 老师每一次来到节目上分享的三大题材 讲的都是非常非常有独具会的趋势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一定要好好的锁定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可以把老师的LINE AT都加入起来 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 或者是想要知道未来的趋势跟产业在哪里的话 就直接看老师的LINE AT上面公布的资讯就对了 所以老师在这边我要先给你一个大大的掌声 太厉害了 拍起来拍起来 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这次要带给我们的主题 就是从鸿海当中去找一些 它的攻略去找一些即将可能还蛮不错的股票 是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鸿海大攻略 它是从低轨卫星跟电动车是相辅相成的 好没有错 因为其实从刚刚的那个轨迹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方向 第一个光学嘛 光学其实已经涨一波 涨一个多月了 那接下来低轨卫星它其实也有涨一些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带动的是 低轨卫星怎么样再去结合到所谓的政策概念股 因为其实11月底就要选举了嘛 所以选举呢大概往前推一两个月 甚至到两三个月 大概也就是这些有一些政策相关的股票 准备要发酵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来聊到这个集团 鸿海的大战略 好 那我们知道说鸿海它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种这个瓶盖股啊或者是单纯的代工厂 是的 现在它要切入到很多的领域嘛 有医疗啊或者说有我们今天要带动的 低轨卫星还有电动车 那为什么说低轨卫星跟电动车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产业呢 口口猜猜看 难道是一个iPhone加了四个轮子 哈 这一段可以剪下来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I have no idea 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 因为其实呢 电动车其实现在慢慢的在走上这个所谓自驾的一个领域 对 因为电动车是一个趋势嘛 那电动车还会再升等 就是说到可能整个电子化更全面性 对 那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走入到一个完全自驾的状态的话 是不是就需要卫星来做引导 我们需要AI嘛 AI也是鸿海有跨入道的部分嘛 还有低轨卫星来做引导 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的导航都是要依赖卫星 对 Google也是喔 都我们平常这个车上的这些导航全部都是要靠这些卫星 是不是 我刚刚就说iPhone再加四个轮子 iPhone上面有Google啊 你讲的好像有对又好像怪怪的 我又挑不出毛病来 好 随便 反正你去主持人怎样都你对 所以说其实这是鸿海的一个大战略 它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布局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结合到低轨卫星跟电动车这个概念 那因为讲到电动车跟低轨卫星 它都是现阶段政府所这个致力于发展的一个目标 其实以前讲到什么政策概念股 大家只会想到说什么风力发电 太阳能嘛 其实不是喔 现在的电动车 现在的低轨卫星 也会是今年2022年下半年政府的重点 难怪就会开始看到路上很多电动巴士 这也是政府的政策指引 对 还有电动装 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 慢慢的也会有一些电动装的这个招标 或者一些新闻 相关你都会看得到 好 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喔 其实在今年8月15号的时候 其实鸿海电动车已经是全系列出击的 嗯 现在电动车你不能只联想到Tesla 是 所以鸿海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嘛 嗯 现在它不论是从轿车到巴士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涵盖 好不好 2025年之前 这个跟玉龙有合作嘛 所以说这个目标它是有 5%的目标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再看下一页 低轨卫星呢 它这个我们刘洋伟董事长 它说明年我就要打一颗卫星上太空 这么厉害啊 对这个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因为它这次它有很明确的去展现说它的一个决心 嗯 所以有一些族群是可以留意的 好再看下一张 7月28号 自驾车卫星通讯有没有 整个连接性就起来了 对没有错 好那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一篇这个报导 其实有讲到说低轨卫星之于台湾 又有具备商业跟战略价值 战略价值 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在这个前阵子中共军运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些 这个哎紧张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岛嘛 我们是一个岛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四面环海都被封锁之后 我们就出不去了 对 好不好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对外的联系 我们就要透过海底的电缆 来去跟国际做连结 那一旦海底电缆破坏 完蛋了 我们就是孤岛了嘛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低轨卫星是不是就很重要 是 所以说在这一次蔡总统她有纳入一个 所谓六大核心战略 除了这国舰国造 国机国造 更进一步纳入航空跟太空这个产业 所以2022年开始会实施所谓的太空发展法 太空发展法 对这个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说 原来这也是属于下半年的一个 这个政策股市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带给大家 好 首先我们就直接就股票来看一下 往下看 好 这是鸿海 鸿海其实大家对她的印象 也许还停留在 苹盖股代工厂的这个部分 可是其实呢 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讲 她已经在转型了 对 那转型呢 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一般来说 当你把这家公司定义为代工厂 是 对 那你会有所谓代工厂的本益比 以代工厂来讲 我们大概通常会给予 8到10倍 甚至多一点12倍 对 那以鸿海往年度 可能EPS8块到9块来说 来可可算一下 如果说8乘以12好了 8乘以12 对 96 对 大概就是96块 所以说以往来讲 鸿海的股价不容易破百 以往股价红海不容易破百 那现在其实你要意识到 当它跨入到电动车领域 当它跨入到低轨微星领域之后 它本来就可以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甚至说即便是在这种盘整行情 偏空投行情 它都可以享受到 我认为至少14倍15倍 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 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再看一下 如果说14倍本益比的话 我们怎么来看 好 鸿海其实在今年前七个月 累计的营收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第二季它是三绿三升 是 三绿三升 而且它的获利是创下2008年以来 同期的新高 更重要的一点 它还上调了全年度的猜测 上调猜测 上调全年度的猜测 那以往我们对鸿海的认知 大概就是8块到9块的水准 如果它再往上调 9块到10块是不是可以期待 可以耶 9块到10块可以期待 如果我们再乘上14倍15倍 你认为现在的股价是贵还便宜 便宜 其实还是相对便宜的 14倍15倍 我们就抓一个最保守保守的目标 130到150块 我认为是可以期待的 那鸿海这种标的 当然它不会大涨 不会狂标 所以说我会认为 比较适合稳健一点的投资朋友 就是可以放我们比较长期 对可以放比较长 那这种股票你不是去追它涨的时候 你是趁它拉回的时候你要买 对就像我们讲的嘛 也许它未来有机会 走到130到150的这个水准 那现阶段110元左右 甚至像它前阵子 因为除权洗完有来到99块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对耶 应该要赶快看到这一集的 赶快看到这一集 今天看到也都还不晚 因为其实刚好鸿海这几天 跟着台股一起来 来做一个横盘整理的震荡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机会 好 提供给这个 比较稳健一点的投资朋友 大家来留意一下 好那下一档是台阳 好台阳呢 跟我们等一下要带来的健康 它就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了 就是在低轨卫星的部分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台阳的部分呢 目前鸿海刚刚有讲到嘛 它要打一颗卫星上去 那是不是需要一个地面接收站 对 对那台阳的部分呢 它是负责户外 健康负责室内 对他们一个男主外女主内 是的 对那台阳的部分呢 其实不论是台阳或健康 这我们都可以一起讲 它其实在下半年 它的出货会大幅度的增加 会大幅度的增加 那先以台阳来看 它的7月营收 7月营收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 可是其实你去回溯的话 它的7月营收已经创下 2020年以来的新高 它已经创这两年的新高了 好那台阳的出货呢 其实为什么说是在下半年 因为其实都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以台阳来说的话 你可以去看到它营收的成长率 成长率它跳增幅度非常非常大 而且在今年的台湾台股市场有一个氛围 就是亏转赢的股票会更飙 会更飙 对与其说我原本就是基友股 我从两块变成两块半 市场不见得有太激情的反应 就像90分考了95分一样 对对对 但是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放牛班的学生 是的 我每次都考0分 可是我这一次呢 考30分 哇很棒 回去罢高兴死 直接流水席办起来了 对不对 Coco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我点你 它有进步 好像你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我不是 好 所以说其实台阳在今年度 我认为在这样的题材之下 它是很有可能去拼一个亏转营的 一旦亏转营 你可以看一下 哇在以今天它的这个股价 还在相对一个低点 49块上下 我认为都还算是有点低估了 的确是有点低估了 因为其实它 未来的题材是非常大的 那下半年的营收 会慢慢慢慢往上去做一个增加的动作 明年度我认为会是它大爆发的一个时间点 是 那另外一个健翰呢 好健翰的部分 当然它的走势 走得比台阳来得要强势一些 因为它的基本面体质也比台阳来得好一些 对 那我们讲过一个男主外女主内嘛 他们能负责不同的领域 好那健翰虽然说它相对来说比较机优 它也优不到哪里去 他以前是赚钱 但是就是小赚 那以最近三个季度来讲的话 连三季都是亏损的 所以也有机会来吃到一个亏转营的题材 因为亏转营更会飙嘛 然后呢同样的 它的下半年的出货会大幅度的增加 因为既然红海已经说 我要打一颗卫星上去了 是的 我地面的设备当然也是要同步的去做增加 再加上说它不止红海内部 富爸爸资源它有 它对外的资源同样 它也是有这个星链计划的一个概念存在的 是的 所以说呢 健翰我觉得可以留意 那以健翰的平均营收来讲 之前约莫大概都落在2亿到4亿 顶多4亿多5亿之间 可是它从6月份开始 已经可以稳定达到6亿以上 很高耶 对 那可可可等一下去讲一件事 如果之前是2亿3亿4亿 现在一下子跳到6亿 虽然说数字 单看数字感觉不是很大 可是其实已经是倍数的增加 对那就表示说好像我们的这个预期 我们的这个规划是有谱的 因为它真的营收是有大幅度的跳增上来 那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到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都还是有机会继续做成长 那相对来说虽然它的位阶比较高 可是呢也经历过整个8月上旬的一波回撤 我们可以看到健翰的股价来到32块之后呢 高档震荡整理然后一度跌破极限 然后在今天刚好在我们录影的今天 遇到月线来做一个回谈 今天大涨5个百分点 那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是 消息灵通人士领先去做的一个布局 那这边也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我认为说在台阳跟建汉的部分 应该在9月10号以前 即将公布的8月份营收 都会有非常非常亮眼的表现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研究 还有一些多方社区来的资讯 健翰跟台阳的部分 在8月份的营收 这个报告出炉之后 应该会有非常令人惊艳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的这根长虹K 应该是有一些这个 有猫腻啦 对 有猫腻啦 有一些人士可能已经开始先去做布局的动作了 那当然相对来说 就技术面的走势来讲的话 确实也还蛮强的 就把月线守住了嘛 其实就比台股来得强啦 老师那低轨卫星部分 你觉得是看长期 还是就报到明年第一集啊 我觉得低轨卫星也是要看长 就跟电动车一样 因为它这个产业 我这么说好了 以电动车来说 它在也许2015年只是一个概念 可是现在满街电动车都在跑 那低轨卫星呢 算是前两年才开始发展出来的概念 可是现在慢慢设备都已经在出货了 对 那再下一步可能前进的就是元宇宙 那元宇宙现在还看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可是我认为说 现在的低轨卫星大概就是三年前的电动车 你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产业我们也是可以未来长远去做留意的 是 而且呢 我记得好像是有跨足什么跟SPEX 还是什么OneWeb合作 不知道是剑翰还是台阳 总之呢 这些都可以吃到国外的这些订单 大家可以好好留意一下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 以及呢 鸿海当中的大攻略 我们可以怎么找到会涨的股票 还有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政策咯 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六点半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 留言 加分享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则资讯 萤幕上有老师的Lite 8 有什么任何不懂的地方呢 都可以询问老师跟老师来互动来做交流 老师对于未来的产业分析都是非常厉害的哦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